现在民众对于要提升免疫力是更加重视了 而新北市法治局就针对市售的益生菌 进行了合格与否的检验 结果发现了有的是标示不全 而有的则是标榜的寒菌数落差有数万倍 所以提醒消费者可得要多加留意 这款知名品牌的益生菌热量标示就不合格 还有这个内含的菌种并不在卫福部的可用项目当中 像这样吃下去的益生菌恐怕还没益生先上升 很多益生菌的广告做得非常大 那么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 那里面有没有有毒物质 还有就是它里面的菌数到底是多少 因为我们买健康食品就是希望它的剂量足够 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些商品 它有标示说它的每包含500亿个菌 但是实际上验出来并没有这么多 只有几万之菌而已 那那个是益跟万的那个差别 那另外还有一些商品 它没有在包装上标榜它的含菌素 长庚医院肾脏科医师严中海就说 益生菌往往一吃就是一段时间 最担心当中含有重金属或者塑化剂 然后DHB素化剂它是这种环境荷尔蒙 会干扰我们体内内分泌的表现 如果我们不小心务实长期的话 小朋友小男生他会女性化 那小女生会性早熟 搞不好四岁五岁就来业金 乳房也会提早发育 成人的话也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如果你买益生菌吃的话很好 就要找心意良好的商家 还有我们平常吃东西的话 油脂还有内脏 比较容易会有塑化剂污染 尽量少吃 目前国内对于塑化剂的管理 并没有法源 只有企业指引 根本就无法保障消费者 平时注意均衡饮食 如果真的需要摄取益生菌 选购性欲良好 有安全标章的品项 或者多喝水多吃膳食纤维 帮助微量的塑化剂代谢出体外